19日上午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分三大板块 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涉及体制 机制 制度层面的内容 决定还明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激发全社会卫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各种所有的经济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郭万达 郭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吸引着全球目光 您认为这一重要会议对于全球经济发展 产生哪些影响呢 那当然从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看 那么现在全球经济都不稳定不确定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美联储加息的疫情等等吧 在这个时候 全世界都在瞩目中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连着一个极大的市场 这市场是不是还能够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一个拉动的作用 是不是中国经济还是一个稳定器 这些我想也是全球关注山中全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的一个高质量的增长 当然高质量的增长 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 靠什么 很重要的 当然靠改革开放 制度的创新 我们以前靠什么呢 靠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涂地 因为我们相对便宜 然后通过我们出口 加入到国际的这个大循环 那么现在这些个优势 其实渐渐地不再是优势了 我们要靠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什么呢 就是靠你的学习 知识积累 创新 跟先行的这些国家 我们如何去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这个发挥也要靠改靠制度创新 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那么你认为 下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重点在哪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又应该有哪些作为呢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非常重要的路径 当然这个创新我们既包括科技的创新 也包括产业的创新 所以激发这个企业家的创新 激发社会的活力 我觉得这是下部改革非常重要的 那么深圳在这样一个 新一轮的高水平的开放中 我们本身在粤港大湾区 我们是一个经济的中心 是个核心引擎 如何去深化和港澳的这样一个合作 如何去加强在大湾区中的这种制度型的开放 然后推动规则标准管理的这样一些融合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深圳可以做的很多方面的事情 所以全面的神话改革 以及高水平的地外开放 我觉得这是深圳下一步 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事